卓宇軒的成員那個王慧燕 就是上個禮...昨天上那個教學廂長的 他就有講到說他看到台生就很有進步嘛 對吧?那是李婷婷是嗎?還是誰啊? 還是昨天的?Oh sorry,我忘了 就是說看到台生那個失誤訓練那個直覺思維啊 然後他就看到台生很有進步 就是說現在不只是可以講出來那個圖的 自己的意涵不一定對跟錯 這個跟對錯都沒有關係 而且還可以切到那個上課的主題嘛 這個是挺重要的 因為你天馬行空講半天跟上課都沒有關係 那也是噪音一個嘛對吧 今天是聖誕節 今天是...這個是聖誕節嗎? 你覺得這是聖誕節是嗎? 也聽不懂 那就是噪音一個... 所以那個直覺思維是很重要的 直覺思維還有另外一個在現實生活中 你可以做的是叫什麼? 就叫極創嘛 improvisation 極...即時...就是極性的創作 你是不需要被那個邏輯思維給限制住 極創就是... 就是如果用普通話 其實極創它是一個學術語言啊 那你如果要用普通話 就是一般的語言 它就是所謂的極性創作 極性創作 對 好 那這個都是切到那個直覺思維 因為直覺思維 一般人恐怕都不知道什麼叫直覺思維嘛 嗯...就可能九年前吧 覺宣有一個男士 就是他...就是覺宣的弟子 他就一直講師父 然後有一個人他是...就是...羅胖 是一個先生 他開了一個節目 就叫羅基思維 他說可紅了啦 他就一定要我去聽啦 就是...就是掛在那個網上嘛 然後要我聽我就去聽 他可崇拜他啦 我一點都不崇拜他 因為我覺得他什麼都套進去羅基思維 這是對人類的極大的危害 但是...九年前那個時候 我的徒弟都還不知道文書法教的核心嘛 都還是在有向佩服啊 所以你跟他講直覺思維 是沒用的 他完全搞不懂那是什麼 所以你也不需要跟他反對羅基思維 因為他羅基思維跟直覺思維 都搞不清楚嘛 對吧 所以他就...他就... 他就很失望 失誤怎麼會不欣賞羅基思維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你以後就會知道啦 然後他就沒有等到以後他就出宣了 然後他就跑去出家了 出家了他還不敢...他是真的出家 然後他還不敢讓我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他的事業很差 很多人都是在感情受挫啦 事業不如意啊等等等等 就跑去出家了嘛 對吧 他那時候以前... 就是在那件事情發生以前 曾經問我說他想要出家好不好 我說不好 我說因為你那個事業搞得一團亂 你怎麼可以丟下這個爛攤子 然後就去出家 我說做人是不能這麼做的 我說你在這邊你事業沒有扶正 你就跑去出家 你也會在出家的這個路程裡頭 就說丟下爛攤子 我說那是不對的 因為你這個是你的千年惡禧嘛 你一定是會這麼做的 所以他知道我反對他出家 就是那個時候就去出家 所以他出家他不敢讓我知道 那這種事情都會口耳相傳嘛 就傳到師父的耳朵裡 然後我就說 這個人出家是不會有什麼大成就的 結果果真他後來知道 我知道他出家了 他就跟我講他學了些什麼東西 我想天啊你這樣子學 你出家只學了這些東西 那該怎麼辦 而且都是錯誤累累 就像他看邏輯思維一樣 他以為邏輯思維是多高端的事情 然後結果沒想到 邏輯思維是把人類引到二元對立的那一端嘛 對吧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似乎還沒有開始講 講那個文書法教嘛 文書法教什麼時候開始 2013年5月19號 我在唐人會舉辦了一場講座 就叫5195月19嘛 519在北京卸購文書 就是朝市從那天開始要講文書 結果有沒有講 沒有 為什麼 整個市場都還不成熟啦 就是 包括我自己的土地 那理念都還不夠強大 所以那個時候貿然去講文書 是得不償失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沒有講 但是已經招式了 已經招式 就是這個人要一定會講文書 你看到今天的播出嗎 2009年我剛剛到達北京的時候 我就發願 我一定要為這一片土地的人做什麼事啊 傳授給他們比權貴名利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幫助當地的人開發根本質 那就是用什麼來開發 就是文書法教嘛 所以你從我的誓言裡頭 你就可以知道 我一定是會對那一片土地的人 宣講文書法教 可是那個時候只有2009年啊 還早呢 到2013年我覺得我應該要講啦 但是沒有辦法 那整個氛圍都還不夠成熟啊 然後後來就2016年開始 2014年我們開始每天都有法布施 就是要加熱那個什麼 宣講文書法教的那個 對大眾的教化 所以2014年又開始一直都有法布施 法布施那個時候也都不講文書 就是講有像佩服這樣這樣 然後一直持續到 2017開始演超越一句 超越一句就有文書的味道啦 就是不二中道啦 可是那時候你講不二中道誰知道啊 沒人聽得懂啊 所以就用超越兩個字 超越什麼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真正在醞釀 要宣講文書法教 2017、2018 到2019的時候 我們成功的又演了一齣舞台劇 叫什麼 2017是央視的導演來指導我們嘛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懂 就只是師父有一個念頭說 我就是要演一個舞台劇這樣子 然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然後也不知道人在哪裡啊 資源在哪裡 通通都不知道 就是有一個念頭就說 我一定要用舞台劇 來傳授這個文書法教 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所以我就 那個時候2017 我2015回來教書 就沒有再回北京嘛 後來2017我就飛回北京 跟甘九陽討論這個舞台劇的事情 我們兩個講得可開心了 他回去跟尤娟講 被尤娟泼了一坨冷水 尤娟認為根本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們 而且我們兩個還把那個 播出的時間表都已經訂好了 2017的7月開始練 排練 然後兩個月以後 2019第一場就要上場了 結果果真是20...不是2019 2017年的9月就要開演了 結果果真是開演了 就在寧波 特別的成功 特別的成功 那邊五大企業家 出全力來扶持我們 給我們最好的最新的那個 舞台劇的劇院 5月1號才開演的 我們9月就在那邊演了 對 那很貴 很貴 光是那個場租 就場租 舞台劇、劇院跟電影院 跟餐廳 舞台秀 意義是不一樣 舞台劇需要整個劇場 要搭配有燈光 你演舞台劇的時候 燈光是非常重要 因為你燈光打燈不對的話 你整個臉都是黑的 你即便化妝化得很漂亮 但是你播出來的時候 你發現你整個臉都黑的 所以他一定有非常好的音效 音效 非常好的燈光 還搭配給你燈光師 因為你自己不懂嘛 對吧 搭配給你燈光師 還有更衣間 那你一般的那個什麼 一般的那個 走秀的廠子哪有更衣間 沒有 根本都不可能 他就非常的完整 你知道光是廠租要多少錢 30萬 光廠租就30萬 你看 因為他有那個企業家 他們有簽好合約了 就是代表已經確定了 就是這一天 你們提早一天可以來排練 然後那天演出 所以總共租了兩天 廠租就是6萬人民幣 6萬就是 就是30萬 光廠租喔 其他都不算喔 你看 這麼貴 當初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完完全全的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你只要發心是純正的話 諸佛菩薩他都想辦法要扶持你 一定想辦法扶持你 譬如說吧 你根本都不認識什麼導演 然後就莫名其妙來了 那個央視中央電視台 這是最強棒的那個導演 就來扶持你 然後你需要音樂 你也不知道要用什麼音樂 你都不知道 那本來是想要請那個什麼 叫什麼Rock Rock and the Rock 那個叫什麼搖滾 對對對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很夯嘛 他們就是暑假很夯 所以都請不到 而且太貴了 就沒有辦法 第一次感受到沒錢的悲哀 就是因為 就請不起 然後也沒有辦法 後來就是改成陳安西自己彈鋼琴嘛 就是變通成這樣子 反正到最後就是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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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就 一切都圓滿了 然後就如期的開場了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極盡的成功 給我們打了一針強心針 因為我們預計要演四場 後來是欲罷不能就演了第五場 在四川的盧州 盧州不是台灣那種盧州 盧州是很大的一個城市 好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其實你都根本不用怕你沒有錢 似乎都完全沒有錢 一毛錢也沒有 這是大家所可以知道 你也不需要想你沒有人才 你也不知道導演在哪裡 你也不知道這演舞台劇 需要有哪些配備什麼 你什麼都不懂 完全都不知道 但是你有一顆純正的心就是 因為文書太深了 所以我一定想辦法要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 為當地的人注入超越二元對立是什麼 大致上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在排練的時候 我們自己當然就是知道自己在演什麼 對吧 劇本一改又改一改又改 後來浙江大學有了一票人 就是突然來拜訪我 我就說我現在可能沒有空 我說我正在排練一個劇 我說你們來看看吧 他們就一票人就來看 看了以後中午我請他們吃飯 然後我說你看懂我們在演什麼嗎 他說當然看得懂啊 我說那你說說看 其中有一個是醫生 他說就演那個人很貪婪 我說你怎麼知道人很貪婪 他說男的跟女的疊加起來 就是無限的貪婪 而且最後一個還向上抓取 就是無盡的貪婪 然後最後摔下來了 摔下來就是你不再沒有辦法摘心 反而你的摔下來了 然後我說呢 然後他說那個牆上就打出來那個鳥籠 這些人就像我們一樣通通都是活在欲望的鳥籠裡頭 這下子我可放心啦 原來 原來我們演的大家都看懂了 他們完全沒有劇本 但是看我 他看我們的肢體語言就看懂了 這是師父突破一般人的思維 就是用創作的方式要去演出文書法教 這是第一次2017年 到2019年的時候就兩年以後 我們就不需要別人給我們當導演了 我們這以後就演了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我跟甘久航就指導大家我們演了 羅密歐與茱莉葉現代啟示錄 現代啟示錄 劇本是羅密歐與茱莉葉講的是愛情 就是從愛情的還可哭、實可爛 去訪問互聯網時代的人 是不是還有還可哭、實可爛這種愛情 最後是要指向什麼叫做永恆 藉由永恆引導大眾進入終極本質 否則大眾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終極本質 所以師父把最困難的那個概念 是用舞台行為劇 用舞台劇來演出的 舞台行為劇跟舞台劇不太一樣 那時候導演不讓我們開口講話 因為他說也許你們演得很好 可是你講話講得不對的話都壞了 所以就沒有講話 第一出超越是 我們是不能開口講話 就是用肢體語言 第二次2019年的那個羅密歐與茱莉葉 我們就開始自己講話了 就是有劇本嘛 有劇本 然後我們就每一個人都要背台詞 然後就開始講話了 最精彩的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師父有四個向大眾的提問 都跟文書法教有關 然後也是有講徵答 其中最艱深的一個就是什麼叫做永恆 永恆就是走向了終極本質 師父在北大的那個講座 2013年號稱千人重磅講座 主題是生涯規劃與生命的無限性 這個生命的無限性指的就是終極本質 可是那個時候你不能用終極本質 完全沒有人知道你在講什麼 可是你講生命的無限性大家都知道啦 我現在規劃我的生涯 慢慢的我能夠朝生命的無限性去努力 是這樣子整個的創作過程 其實這個跟極創設很有關係的 就是你是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這樣那樣的 不需要你需要的就是說 我想要把最深的東西用人人能夠看得懂 而且願意看的東西來宣揚這個文書法教 所以師父希望你們都可以學習什麼叫做極創 你應該要有這樣子的能力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課堂聽課回去送金 這遠遠都不夠 好 所以我就講到說 決心的弟子說 台灣學生很有進步啊 就是他從這個封面圖裡頭就可以看出來 那個台灣學生對直覺思維的敏感度 好 那我們現在來 這個封面圖 1 2 3 GO 好 王子錦 師父各位師兄 王阿威拉奉掐爪 我是慈錦 那我看到這個封面圖的感覺是 其實看到那個右手邊那個水晶 非常的璀璨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它其實是因為 就像我們看水晶其實你看它沒有旁邊那些光線 其實它可能只是一個很平淡的一個透明的玻璃 那我覺得它其實是因為靠的光線去投射出來 產生的一些燦爛的這些璀璨 對 這些璀璨 那我聯想到其實 就像我們的心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會把它 其實我們看到的現象 都是自己心裡面把它投射出來的 的一些現象界的一些影像 或者是等等的一個現象這樣 對 我聯想到的是這樣 好 以上 那跟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無有可得 那個五應該就是所謂的超越 嗯 那五我覺得就是 其實它其實就是超越 有 有 超越有 可以 得到 可以 我 我 就是說你的影像那個東西其實 你只要 看 欸 欸 好我只要扶一下 留下一團迷霧給我玩 超越任何可以得的 就是說 不管水晶的像 那這個 蠟燭的像啊等等等等 都是 不可得的 對嗎 都是不可得的 因為它也是瞬息萬變的 對吧 所以你這 這個時候看是這樣子 可是 下一秒看 也許不是這樣 隨著你的 情緒的變化 起伏啊等等 好 OK 好那這邊 有嗎 王富中教授 對 師傅 各位學長 我看到這張圖的想像部分 雷同 但是我想的是 因為它的畫面其實三 三盞蠟燭 對 一半是完全什麼東西都沒有 另外一半有一個璀璨的 的水晶或者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飾品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兩邊一邊好像是很漂亮 一邊就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事實上你蠟燭熄滅以後什麼都一樣 所以我自己的想像其實就是展現其實就是 有跟沒有其實都是同一個 在同一 就是等於說在心 都只是心的投射而已 那蠟燭滅了就是心轉變以後什麼 有的東西也會變成沒有 那沒有東西也可能會變成有這樣 沒有 沒有 有 有的東西也會變成沒有 沒有的東西也是 也是沒有 所以兩位都是停留在現象界 對 對 那這裡沒有講到菩提的性 性就是什麼 法性就是終極本質 菩提就是不生不滅嘛 對吧 他的終極本質的空性跟他的外相 是空極是空性的如如不動 激滅的 所以你要說你正悟菩提了嗎 那是多此一舉 為什麼 你是不需要正悟他 他本來就在那兒啊 對吧 然後 所以他要強調的就是說 他的特性就是如如不動的空極 所以你不用特別要去強調說 我已經原正菩提了 你是不需要他經文裡頭就有講說 無見無聞 然後 沒有所謂的正悟這一回事 那你不就顛破了傳統學佛講 一定要 原正菩提啊 我們學佛就是要原正菩提啊 是不是 但是文書就是要打破這個概念 說菩提是不需要你去正悟他 他本來就在那兒啊 你需要的是覺知 所以王滬中教授他切到了重要的一塊是這裡 黑色的這一塊是什麼都沒有 性向是空極的 是完全什麼 連沒有的這個概念也要放下 所以這兩個是對比的 一個是有 一個是空 超越空跟有才有可能進入菩提 我們畢竟空的四超越 第一超越是什麼 1 2 3 Go 畢竟空的四超越來 第一超越 師傅 歐阿威拉奉 帝子歐崔萍試著回憶一下 好 第一個超越就是 現象界它是有 它的背後是空 那這個有跟空都要把它超越 就是說你在現象界 這邊都是現象界嘛 現象界你看到很多的有蠟燭 有水晶啊 有璀璨啊 對吧 但是師傅有講說你回去要練習嗎 對著電腦就說我知道你是電腦 但是你的背後是空性如如不動的氣滅 你兩個你都要看到 而不是只是看到它就是電腦而已 這樣子你永遠就會很被束縛嘛 對吧 萬一你電腦沒有了 你還是停留在電腦的執著裡頭 文書法教般若法門都是來打破對外向的執著 所以練習就是畢竟空你如果有心的話 你就要藉由畢竟空的那個教導自己要去練習 第一個就是你在現象界裡頭 當你看到有這裡 你要想到它背後是空的 所以你的第一個練習就是在現象界喔 在現象界喔 你就要藉由有看到它背後的空 然後超越空跟有的束縛 這樣子的話 你的人生就不會有被阻礙或者是說求不得苦 對 所以師傅特別挑這個圖 你看空跟有這邊代表這邊代表空這邊代表有 你要練習就是一鍵雙雕嘛 所以文書法教的那個特色它一定是一鍵雙雕的 你同時要看到有 你同時也要看到空 然後你不會落在有的那個束縛裡頭 你也不會落在空的感嘆裡頭 就是你每一次看都是看到空跟有 然後你練習超越空有 回去有練習嗎 我保證你沒有對吧 對 你哪你不能每一次都靠師傅複習啊 對不對 你當老師你有這樣幫你的學生複習嗎 是要還是有嘛 有沒有嘛 你當然沒有啊對吧 那是為了考試嘛 那不是為了長養他的那個智慧嘛 對不對 好所以 所以這一題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你們就沒有答對 但是那也無所謂 這個直覺思維沒有所謂的對跟錯嘛 直覺思維就是你從根本字裡頭發出來的吶喊 然後你分享給大家 所以你看到師傅每一張封面圖 其實他都是有甚深意涵 都跟教學的主題其實是有緊密結合的關係 你要從這個圖檔裡頭去看出來他的意涵 對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大乘一張 一致起伏 一伏起報 這好像也是那個 教學廂長那一個 那一位他就 不是今天的今天的北大尼師大陸情裡頭就講師傅說要帶給當地的人 比權貴名利更重要的那就是幫助他們開發根本質 然後就訴說了師傅在中國大陸做了哪些事哪些事哪些事 總結就是師傅根據這一句話 師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以根本字掛帥 離不開根本字 不管是我的講座67場在北大有那麼多場 那個千人重磅講座還有衛實體殿講座 衛實體殿喔 因為實體殿師傅在講座的時候那個時間實體殿幾乎他們是沒有辦法來聽的 為什麼 他那個時候就是他在忙著做生意嘛 所以師傅也開發實體殿講座 衛實體殿只要他能夠找到30個聽眾 師傅就會到他的殿裡為他撒清然後傳授他那個撒清的方法 然後講座給所有的聽眾聽 那個時候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 好多實體殿都紛紛要我們結緣我們的那個法寶 對吧 只有有結緣師傅法寶的實體殿才會有這種特殊的待遇 否則你跑不完啦 中國大陸太大了對吧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有很多的光牌啊 金書啊還有 還有一些我們自己設計的法寶 譬如書籤 那個書籤跟你們市面上看到的都不一樣 還有杯墊 茶杯墊 上面寫的 杯 杯墊 杯墊 杯 大杯的杯 杯 墊記的墊 然後跟杯墊是同一個諧音 對 那很多人 師傅的做法 我相信你們都很了解 師傅是要求很嚴 所以我們出來的那個法寶都是特別精緻的 他就非常喜歡就是結緣師傅的法寶 因為跟他們的生意的帶動很有關係嘛 對 好所以師傅就做很多次在中國大陸 馬不停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師傅都是從根本智開發的 就是從立即在根本智 幫助大家喚醒大家的根本智 然後給他們無盡的福田 帶來無盡的果報 對 就是用這一句話作為結尾 主題名稱 菩提性向空極 無有可得者 所以 這個是經文 菩提性向空極 無正 為什麼無有可得者 無正無知 就是你不需要 無就是超越 超越我要去圓正菩提 超越我要去覺知 他說 他本來就是法爾如斯 他本來就是在那邊 所以你也不用去強調說 我已經圓正菩提了 所以他說 要超越正超越知 超越行超越像說 我標示我現在已經圓正菩提了 你們不能小看我 超越這個形象的束縛 他說 雲何當有的菩提者 他說 如果你能夠超越圓正菩提 這件事情 你不用 為什麼他要強調 你不需要強調你是圓正者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在那裡 因為他是如如不動的存在在那裡 所以你不需要表示說 我已經正物菩提了 你沒有正物 跟他什麼事啊 是不是 所以他要強調的就是 你不需要特別強調正 你也不需要特別講 我是一個覺知者 你必須要超過形跟像 簡單的說 是沒有一個人 他可以來宣稱說 我是一個圓正菩提者 原因是什麼 菩提他本來就是法爾如釋 什麼叫法爾如釋 就是他是沒有造作的 他本來就在那邊 他本來就是在那邊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也不需要造作 也不需要你去證物他 也不需要你去覺知他 他就是終極本質 他是如如不動的氣滅 這一句就是要來強調這個 然後這個是上個禮拜講的 菩提之相實無有法可知 法沒有任何的方法論 可以來達到菩提之相 為什麼方法論達不到菩提 正物菩提 因為方法論是在現象界 菩提在哪裡 在終極本質 對 然後超越見 無見無文 這個無被我遮掉了 無見無文 見跟文 是二元對立 一個是用聽 一個是用看 一個是用聽的 對吧 無德無念 二元對立 無聲無面 二元對立 說跟聽 二元對立 所以他說你想要正物菩提 超越所有的二元對立 那就是你的方法 你用世間的方法 是不可得 我們的開場視頻要來看 一個視頻 這個視頻比較長 所以失誤會分兩段 叫做傳統教育無用論 現在我們都要強調 我要考到最好的學校 我要出國留學 可是有一個名人 他說傳統教育是沒有用的 那你聽聽看 是不是他講的有沒有道理 這對你的育兒也很有幫助 對吧 包括對你找男朋友也很有幫助 對吧 看看他的思維高度夠不夠 特別現在我們不是很多父母親 就是一定要孩子要這樣這樣這樣 最好就是出國去留學 So what 對吧 留學回來幹嘛呢 所以一定人生的目標要看清楚 這個人你們很熟了啦 考讀書就能成為一個火箭專家 2015年10月世界首富 硅谷鋼鐵俠艾隆馬斯克 接受了清華金管院長 錢影一的採訪 錢影一教授問馬斯克 火箭發射技術非常高端 但你是靠自學的 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你的學習秘密 馬斯克回答道很簡單 多讀書 1971年馬斯克在南非比勒托利亞出生 馬斯克的父母在他幼年時便已離婚 雖然馬斯克選擇與父親生活 但父親的眼力 讓馬斯克從小的性格很孤僻 不愛說話 馬斯克後來回憶說 常常感覺自己無法融入這個世界 好在馬斯克找到了書這個好朋友 他很享受跑在書館裡的樂趣 這也是他對抗孤獨的唯一的方式 馬斯克每天都會花10個小時的時間去讀書 早期馬斯克習慣讀小說類的書籍 比如指寬王 本杰明弗蘭克林傳 愛因斯坦傳 霍華德休斯傳等等 到了十幾歲的時候 學校圖書館的書 基本都已經讀完了 馬斯克還常常向圖書管理員抱怨 你們怎麼還不夠盡新書 為了化解無聊 馬斯克通讀了4350多萬字的大英百科群書 對於很多人來說 十萬小時定律是成為頂級人才的必經之路 即在某個領域至少要專注學習十萬小時以上 才能有所成就 但馬斯克卻不這麼認為 馬斯克曾經提出傳統教育無用論 認為學生進入學校後 雖然記住老師所教的知識 卻失去了想像力 只有發散的學習 才有利於創新 據馬斯克的弟弟金布爾馬斯克回憶說 少年時期 馬斯克每天至少會閱讀兩本書 而且是兩本不同學科的書 馬斯克在21歲的時候 憑藉全額講學金考入沃頓上學院 攻讀經濟學 但馬斯克對經濟學並沒有展現出太大的興趣 反而是互聯網 星天能源太空 這三個會改變人類未來的領域 深深吸引了馬斯克 在沃頓商學院畢業留校一年後 馬斯克拿到了物理學的學士學位 接著準備攻讀材料學的博士學位 但僅開學兩天後 馬斯克便辍學創業了 這一年馬斯克24歲 馬斯克認為 如果自己只關注書本上所學的 就不會有特斯拉改變人類的出行方式 更不會有移民火星的夢想 自己應該開始行動了 1996年 辍學之後的馬斯克 馬斯克創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本地服務平台Zip2 Zip2相當於高德地圖 美團點評 阿里巴巴的綜合體 1699年 馬斯克賣掉了Zip2 近賺2000萬美元 有一天 馬斯克的腦子裡突然有現出一個想法 人類什麼時候才能登上火星呢 於是他上網查看發現 人類雖然從1969年已經登陸月球 但卻早已放棄了對火星的探索 這讓馬斯克又失望又興奮 馬斯克決定這件事要自己試一試 2002年 馬斯克創立了太空運輸公司SpaceX 關於火箭 馬斯克完全是個門外海 但學習方法對馬斯克來說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讀書 馬斯克從自己的朋友 坎特雷爾那裡接走了火箭製造 發射原理的書籍 甚至連筆記都沒放過 同時還介入了火箭推進原理 天體動力學基礎 超級智能等幾乎所有和火箭發射器相關的主作 將自己調整到了小時候那種瘋狂閱讀的狀態 據SpaceX的員工說 SpaceX公司裡有數千名工程師 有材料學專家 物理學專家 火箭製造專家 但幾乎很少有人能在火箭發射領域問到馬斯克 更重要的是馬斯克一旦碰到不明白的地方 便會私下請教 往往一個星期之後 馬斯克就會變得比老師們更加內行了 2008年 另一號發射成功 同年 馬斯克獲得了NASA的發射訂單 2015年12月 另一九號發射成功 完成了一級火箭可回收技術 成為人類低成本火箭發射史上的里程碑 很多人在聊成功的時候 經常會說要有錢有背景 可回顧馬斯克的成功史 似乎與這都毫無關係 從自閉少年到世界首富 馬斯克的每次成功都與讀書如影隨行 關於讀書 1 2 3 Go 師傅還有各位同學 我讓我笑一笑 其實我不太理解馬斯克他對傳統教育 他的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但是他如果是指一般教育裡面那個知識的堆砌 那當然是需要檢討 那比如說如果在學校教育裡面能夠像師傅這樣子引導我們不斷的這個思考跟探究 那怎麼會是無用呢 可是傳統教育不會像師傅這種教學方法嗎 哪有可能嗎 對吧 不可能啊 完全不可能啊 傳統教育就是知識的堆砌 就是告訴你1加1等於2 你背好 對吧 不可能像師傅這樣子 還培養你什麼直覺思維啊 然後還要輔導你寫作啊 讓你內化這些義理啊 那拜託 你放眼看過去哪一個師傅在做這個工作 沒有人願意做啊 沒有人願意做 第一個他不懂嘛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直覺思維嗎 直覺思維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他不知道嘛 對吧 第二個他自己沒有践行的經驗嘛 你怎麼教啊 我請問你 照著書念比較快嘛 對吧 還不是跟你一樣 你還不是照書念對吧 所以你後來不願意誤人指定 你就去當行政老師嘛 我沒有 我是主任找我去 欸 拜託 那應該是說主任發現你不適合教書 我很少教啦 因為你要做主任教書 對嘛 很少啦 對啊 是呢 所以傳統的教育是什麼 就是讀書嘛 按部就班嘛 對吧 然後邏輯思維嘛 對吧 叫你明辨是非嘛 他會教你是跟非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嗎 從來不會啊 不可能這麼教的呀 你一定要明辨是非 這就是傳統教育 這樣夠清楚了嗎 傳統教育就是知識的堆砌 然後在東方就是考試 要考成功 你考成功了 你就能出人頭地 你考不成功 你就要敗壞加門峰 對吧 但是你看 馬斯克他的人生觀可不是這樣 來 1 2 3 Go 好 翁翠萍 師傅 翁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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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連那個output 這樣沒人聽得懂 output 謝謝師傅 那就是說你要先吸收了 然後在這裡面起了化學變化 那可能因為個人的天分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牽涉到 每個人的這個三世姻緣 像那個像 像馬斯克他 他能夠跨界的讀很多的書的話 這個就是在現代的教育理論裡面 就是有這樣子的很多大學生 他懂得的 他就會不只是讀心理學 他還會去讀物理學 就有這樣子的例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結果讀很多變成書呆詞 不過他是有出席的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因人而異 每個人的因為你三世的因果 可能你的天分比別人高 像摩扎特他就比別人高 那他也沒有經過什麼學習 他就算他的傳統可能都在過去 所以就是說因人而異 一分鐘老早就到了 你離題太遠了 你離題太遠了 好 謝謝 好這邊 這邊好 蔣路華 同學大家好 On our own chapter 我是蔣路華 那個我覺得很多 如果我們讀過科學家的傳記 就幾乎愛因斯坦 那個燈泡的那個艾迪森 很多都是傳統教育 他已經沒有辦法符合他們 那爸爸媽媽只好把他帶在身上 由他 譬如說那個艾迪森 他就自己去敷雞蛋了 他不會說那個我們雞要怎麼怎麼弄 他就是用實體的生活經驗去體驗 那很多都是他自學 然後他因為 一分鐘到了 你也是雞提三 對 所以傳統教育我覺得是填壓的 而且是邏輯思維 就很死你 一是一二是二 把很天才教育成就把它平等化 就是讓他創意 那個很多如果自己自學的話 他可以去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去健行 其實什麼是傳統教育 Mask在裡頭已經界定出來了 你去學校上課 你記住了老師給你的知識 你喪失了你自己的想像力 學校的教育他不會鼓 不會帶動你想像力 不像師父的教學 你要想像這個封面圖 他可以是這個意思那個意思等等 對吧 所以他說你沒有想像力 你就不可能創新嘛 是不是 好 所以你的結論是什麼 愛迪生他就去扶雞蛋 他就知道實際上是什麼一回事 而不是填壓把整個創造力給壓死 對 好 所以Mask在那個視頻裡頭有講到 他因為很小他父母親就離婚了 他是跟爸爸一起住 爸爸非常的嚴厲 所以導致他就變成很自閉 就不願意講話 他就躲到書堆裡 他認為就沐浴在書堆裡 他覺得很安心也很開心 沒有人會打擾他 這一點我認為給我歧視很大 就是這個就叫做因緣沒有好壞 有些人他覺得爸爸好兇喔 那就是壞事 如果不是因為爸爸很兇 他也不會躲到書堆裡 對吧 也許吧 他也不可能躲到書堆裡頭 所以不能對任何一個因緣有所排斥 你應該要接納所有的因緣 這是我第一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你們都沒有分享到這一點 好我先來介紹馬斯克 馬斯克2015年這個影片是馬斯克 他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金管學院 院長錢穎一 那一年是錢穎一當院長 他的訪問主題是學習的秘密 馬斯克的回答非常簡短 他說其實很簡單啦 學習沒什麼秘密 你就是要多讀書 至少每天要兩本不同學科的書 如果不是看到這一個影片 你認為這完全不可能 十五一天一本書 你們都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是不是 他是師父的兩倍啊 兩本書 而且是不同學科 人家都做到了 一個月六十本書 從那個視頻裡頭 他講到說他十幾歲 把他們學校的書 全都圖書館的書 全看光了 還抱怨 圖書館為什麼不進新書 後來他不得已 他只好去看什麼 大英百科全書 總共有多少次啊 四千三百五十萬次啊 一般人不會去看大英百科全書 因為大英百科全書 被列為是最好的參考書 就是你有需要的時候你去參考 不會有人從頭到尾去讀他 不會 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 他連大英百科全書都通讀啦 都讀片啦 所以Mask的媽媽就說 Mask在家裡也是百科全書 就是你問他什麼 他都能夠給你講得頭頭是道 分析得清清楚楚 然後我要先簡介一下Mask Elon Musk sorry 他曾經有一個中文名叫馬宜郎 還要在台灣登記一個公司 在台灣開公司 你看他嚮往在台灣跟別人競爭的那個狀態 Mask他是一名企業家 當然也是商業大亨 對吧 美國工程院院士 你看他沒有博士學位 所以博士學位要幹什麼呢 對吧 他沒有博士學位 他可以是美國工程學院的工程院的院士 他的企業成就 他是SpecsX的創始人 就是太空運輸公司的創始人 董事長、執行長、首席工程師 他同時也是Tesla 汽車的投資人、執行長、產品設計師 以前的董事長 還有他自己創了一個叫無聊公司 然後他還有Neuralink 這個我們已經讀過了 對吧 Neuralink是什麼 腦機接口 對 他是一個聯合創始人 同時也是Twitter的一個使用人 他現在正準備要併購Twitter 會不會併購成功不知道 為什麼 最近因為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 對吧 所以Mask已經關掉了他在加州的辦公室 200 裁員200名 所以如果要併購Twitter的話 要4400億的美金 我認為他不會在這個時候做這個事 我們台灣最近也發生幾個出名的併購案 你們知道嗎 誰併誰啦 統一併購了誰 佳樂福 佳樂福是哪一國的 法屬的那個企業被台灣人併購了 還有呢 全聯併購了大潤發 對 特別是全聯併購大潤發 他不會改大潤發的名字 併購並不一定說我把你吃掉以後 你就是用我的名字不一定 那像勞斯萊斯跟BMW互相併購以後 他們兩個公司都併存 為什麼 兩個都是大牌嘛 所以併購最主要就是我吸收了你以後 我借用你的長處 然後有可能是補我的短處 通常都是我想要併購汽車公司 那有可能就是因為我有汽車的那個引擎 但是我沒有成型的汽車公司 所以我就想我們直接買一個公司來 這樣子會快一點 或者是說我是一個非常大的企業的集團 看到那個AI人工智慧 我就知道說神經科是未來的一個走向 但是我現在要去發展神經科的話 就太慢了嘛 所以我就直接買那個 有些公司它很專於開發神經科的器材啊 醫療器材啊 設備啊等等等等 所以併購通常都是在這種狀態之下產生的 併購也不是說我虧本了 所以我要併購 這種觀念一定要丟掉 中國人常常寫連讓有沒有 就以為讓給別人就是代表虧本了 沒有啊 你看Mask的Zip2 那個本地的服務平台 也是讓給別人啊 他賺了多少錢啊 兩千萬美金啊 所以連讓這個觀念你一定要丟掉 老早你就應該要丟掉 併購不是 不一定是大的買小的 不一定 也有小的買大的啊 浙江的吉利公司併購了VOVO 那你要怎麼解釋啊 對吧 所以現在的那個企業的發展 除非你已經進入到核心 要不然你看不懂的 你看不懂 為什麼要併購 併購的主因在哪裡 併購的人心裡懷著什麼鬼胎 被併的人為什麼要被併 如果我因為被併 我可以賺一大筆錢 我為什麼不幹啊 就像Zip2一樣嘛 平白就賺了兩千萬 然後他拿這些錢再發展其他 他認為更精采的企業嘛 都是這樣子 所以併購沒有什麼可恥不可恥 也不一定是風光的事 也有很多併了別人以後自己倒掉的嘛 對吧 生平簡介1971年 他是出生在Pretoria南非 從小他父母離異 他就選擇跟父親同住 因為父親的嚴厲 所以他選擇與書為伍 每天花10個小時看書 剛開始的時候他看小說類 因為比較容易看嘛對吧 然後譬如說那個The Row of the Ring 《紫環王》還有阿恩斯坦的那個傳記 十幾歲的時候他就讀完所有圖書館的書 然後呢還閱避了4350萬次的大英百科全書 不認同他自己不認同 十萬小時定律 我要先講什麼叫十萬小時定律 十萬小時定律就是說 主張我人經過十萬小時的密集訓練 一定能夠出人頭地 他說我不認為這樣子 馬斯克說我不認為這樣子 因此他提出來傳統教育無用論 理由是學生記住老師所說的 所教的知識 所教的知識 這我漏掉了 卻忘了想像力 所以你看他特別強調想像力的重要性 想像力跟直覺思維是必定是息息相關 你沒有開發直覺思維的話 你要有很好的想像力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就被鎖定在二元對立的框架裡頭 你如何想像啊 你想像的永遠都是二元對立而已嘛 對吧 他說只有發散的學習發散 因為這是中國大陸翻譯的嘛 對吧 我特別去用心去聽他沒有英文發音 對吧 對吧 所以我們只能 我不知道他翻的對不對 所謂中國大陸的發散就是說 你就是天馬行空叫做發散 天馬行空的學習才會有利於創新 我又漏掉 才會有利於創新 就是說 他主張你一定要天馬行空的學習 意思就是說五花八門的各種書 你都要去接觸 而不是只鎖定一定是這樣那樣那樣非常局限的 你想要有創新的話 你必須要天馬行空的去學習 好 他的創新思維 是因為他曾經申請到Warton的那個商學院的獎學金 但是他對經濟學沒有興趣 但是他對互聯網那個能源還有太空特別感興趣 為什麼這邊你一定要注意 我應該用紅字 因為他認為這三塊對人類的未來會有所改變 譬如說他創的Tesla 我拼錯了TLSLA TESLA 汽車 他說改變了人類出行的方式 為什麼改變人類出行的方式 因為他是電動的嘛 一來不帶來污染對吧 然後二來是什麼 TESLA 那個時候還沒有自動駕駛 那是後來才發生的 才延續再開發的 剛開始的時候他在全世界出名 是因為他是第一個採用那個非自由 非石油就是電動發啟動的那個汽車 所以他認為這個就是改變人類出行的方式 再也不要受到污染了 永遠顛覆傳統 這個我認為這一章時代都很重要 他的創新思維立即在我所專注的領域 一定要能夠幫助改變人類的未來 這個無比的重要啊 你今天學習佛法 然後只為了你自己嗎 那叫做悲哀 所以師父為什麼一定要訓練各位 就是說你的每一個出發心也好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閱讀量的經營 為什麼要訓練你要打造共善業 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要帶動別人的善的正能量嘛 對吧 他也是一樣嘛 就是我的發明要帶給別人 是不同反響的未來嘛 他永遠顛覆傳統 他上材料學博士只上兩天 24歲他就創業ZIP2 然後兩年以後他就賣掉 禁賺了兩四年了 四年以後賣掉 禁賺了兩千萬 然後再來隔了三年 他又創了那個SpaceX 就是太空運輸公司 準備進軍火星 SpaceX是目標鎖定 他要前進火星 結果他認為 他認為人類可以駐到火星去 因為他查了一下 1969年人類登陸月球以後 就沒有人再去管火星 把火星給扔到旁邊去了 所以他一則以喜 就說這一塊是我的處女地 因為沒人要 一則以憂就是說 所有的信息我是全然沒有 所以我自己得要去挖出來這些信息 然後他接下來 他又向朋友借了那個佛劍花 發射器的書跟筆記 不此下問 你看注意到 不此下問 終於他成為真正的專家 2008年獵鷹號火箭發射成功 勇奪NASA的訂單 這個我們以前都學過了 然後7年以後 獵鷹1號火箭發射成功 這一個是里程碑 因為他可以回收一級的火箭 那就是成本就完全的下降了 這是人類火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了 所以你看到他 他實時都在顛覆傳統 他是不按傳統出牌的 他的想法永遠離開傳統 師父一直都在講 你學佛也是一樣 你不能傳統學佛 文書絕對不是傳統學佛的那一個派 文書是什麼派啊 不是傳統學佛 那不就是顛覆傳統嗎 就這麼簡單嘛 是不是 所以你傳統的那一套 你應該要扔掉嘛 對吧 然後你要重新啟動 另外一個思維 就是直覺思維 我舉一個例子吧 譬如說吧 你們要去學禪坐 你就一定會去學禪坐嘛 對吧 其實訓練班去學禪坐嘛 文書他不是這麼教的 你要在動態當中學習禪坐 你不是坐在禪坐墊上面學習禪坐 所以他講儒人學舍 九席成腳 對 他是主張你應該要在動態當中學習禪坐 而不是呆呆的傳統學佛 坐在那兒學禪坐 那是呆子 那你看師父 教給你什麼方法 不對啦 多頭運坐 多頭運坐 你多頭運坐如果成功的話 代表你的定力已經達到了禪定的初階了 多頭運坐也是在動中 一樣是在動中 多頭運坐是倒過來學習 就是我先開發你的定力 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的多頭運坐 然後我訓練你 所以我常常把你逼到死角 馬上就要那個什麼轉發了 一下子又給你一個長文 開始 馬上昨天晚上也是一樣 昨天晚上不是 馬上就要 教學香掌就要播出了 八點半要播出了 師父又開始 哎呦我 我當上了這個什麼 什麼 什麼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副理事長 這要幹嘛啊 對吧 干擾你嘛 對吧 然後叫你要回應嘛 看看你有沒有跟上 跟上那個 多頭運坐嘛 多頭運坐何其重要 你多頭運坐成功的話 代表你有一定的定力啦 那你學禪坐是不是要培養你的定力啊 是不是啊 所以師父是倒過來 我訓練你多頭運坐成功的話 你有基本的禪令的功夫啦 師父的禪令功夫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我就把我怎麼培養我的禪令功夫 方法告訴你 問題是你沒有了悟師父的苦心啦 我不是又講過N多遍了嗎 每次要轉發的師父故意開示一個長文 結果我發現你們都是 回應的都是例行回應文啦 沒有人管那個長篇的那個開示文 你就該重視的你不重視嘛 不用那麼重視的你猛重視嘛 這代表什麼 你業障深重嘛 不是嗎對吧 所以文書的方法是顛覆傳統的 他不會叫你去去學那個禪坐 就像師父在英國的時候 我也去學禪坐啊 然後我沒有幾堂課我就不去了 跟Mask一樣嘛 上博士班上兩天他不上了嘛 對吧 因為師父就覺得那樣子學禪坐是永遠學不會 後來也是師父自己體悟出來的 當年干擾我的那個鋼琴的聲音 跟我的禪坐的這件事情 兩個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你要在乎什麼啊 你是要在乎那個鋼琴聲音嗎 還是你要在乎盤腿啊 對吧 兩個是同 宇宙彎像都是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嗎 是不是 這就是文書 顛覆傳統的教法 好 所以我現在就要講 教科書 經書 他的差異在哪裡 教科書 或者是善書也好 世間的任何一個書也好 作者都是凡夫俗子 為達正果的 你說 喔也有些人 他是大科學家 像你最討厭的阿恩斯坦對吧 他是大科學家啊對吧 大科學家又怎麼樣啊 他的理論不是隔了幾年以後就被推翻了嗎 對吧 牛頓你看牛頓的古典物理學 後來被誰推翻了 就阿恩斯坦的相對論出來以後 弱化了牛頓的物理學 定律的那個 對人類的影響力嗎 萬有引力對吧 阿恩斯坦說 萬有引力不是力 那要不然萬有引力是什麼 因為那個 那個牛頓發明了萬有引力對吧 可是阿恩斯坦的相對論出來的時候 他就講萬有引力不是力 立刻推翻了那個牛頓的講法 他說萬有引力是來自空間的扭曲 所造成的自然的 這不就告訴我們什麼 世間所謂的博士 世間所謂的科學家 很快沒有幾年他被超越了 是不是 阿恩斯坦他反對量子力學 因為他說量子力學是鬼魅作用 就是特別是 講到那個宇宙全習觀的時候 遙遠的不同維度的空間 跟現在我們的三度空間 竟然是同一個連線 而且是同一個 就是這邊如果在動 那邊也在動 他說這就是鬼魅嘛 這不是人啊 這是鬼啊 這是鬼魅作用 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完全不認同量子力學 後來他不也乖乖的認同了嗎 因為太多的實驗工作 證實了量子力學 他的理論是精準的 而且在量子力學以前 從來科學界不認同心他是主觀的 他不認同主觀的因素可以投入科學的實驗 可是量子力學為什麼 像當紅炸子機一樣 紅透半天邊長達一百年 到現在還沒有退紅 為什麼 他顛覆了人類的傳統 所以顛覆多重要 顛覆多重要 你千萬不要只是追隨傳統 你要顛覆你要開發什麼思維啊 你一定要直覺思維嘛 你沒有直覺思維的話 你是不可能顛覆 顛覆傳統的 只有師父為什麼這麼辛苦 一直訓練你們直覺思維 可是你們好像永遠搞不清楚 你們永遠都是選你們喜歡做的事嘛 所以作者 教科書 世間書 世間的什麼大英百科也好 作者都是凡乎俗子 是沒有正果的人 所以他的書是知識性的 因為是知識性的 所以他缺乏能量 對開悟沒有幫助 你不開悟有什麼 你說我根本不要開悟啊 你不開悟有什麼缺點啊 不開悟有什麼缺點 一樣嘛你來上課 你不開悟你永遠就是苦 因為你不開悟永遠就是會落在輪流的 你不開悟永遠就是苦 你不開悟永遠就是會落在輪流的 人回當中嘛 你即便這一生死了以後 你還是在你的環繞盒裡頭嘛 你還是得還要再回來 你一旦回來的話 就是三界火災嘛 釋迦摩尼佛在華華經裡頭講的 必苦無疑嘛 所以你看了這麼一大把書 就像Mask 我們讚嘆他一天兩本書 很可惜他看的都是 知識性的 經書就不一樣了 作者是正果的菩薩 正果的諸佛聖人 那個經書他是陪伏的 有修會的指向根本質的開發 啟發內在的覺醒 著力在開悟的啟發 讓你逐步的走向解脫輪迴嘛 你就再也不用苦了嘛 所以應該要多讀聖賢書 少被世間書來汙染 所以經書他有高能量 這必然的 為什麼呢 他是諸佛聖人他的能量的載體嘛 諸佛聖人他已經證悟到與宇宙同體 所以他一定是高能量 那他講的話語 形成了經書 所以因此經書是高能量的載體 這是為什麼你一定得聳心啊 你不是一天兩本書都在K世間的書 那是方法是錯誤的 方向也是錯的 一定是要從經書下手 你除了從經書下手以外 你是以經書為主 世間的書為輔 對 好的各位同學 剛剛提到馬斯克他一天讀兩本書 但是他讀的還是都是世間書嘛 應該要建議要讀聖賢書 所以接下來這張投影片 十五希望與大家共享的是 《禁朝承受的三國志》 《魏智懂欲傳》 這部經書裡頭提到了一句重要的話 經文是這麼說的 人有從學者欲不肯教 而云必當先讀百遍 且言讀書百遍而亦自見 經文教導 有人直欲民師 但是民師卻不肯教 民師反要求從學者說 你要自己先讀百遍 因為先讀百遍自己 自己就已經能了知其意涵 師父有實證的經驗 就是師父在英國自學勤讀文書施利所說 《摩赫波爾波羅蜜經》上百遍 果真開悟 主因是我不再讀其他的世間書 因此沒有雜染 第三是古聖賢達之經書 飽含高能量 次次讀次次植入高能量 指向開發終極本質 也就是對終極真理的覺悟 以上就是我們共同來分享 今天的開場視頻的一部分 主題是傳統教育無用論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開始講解經典的原因 好經典原因 這個是為了要幫助大家有回顧的那個概念 我把上上一次的先講 雖然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 我們講到菩薩他就是不中途取正嘛 對吧 觀諸法不生這是誰會去證悟說 我已經觀到 不生是代表什麼意思 不生就是不滅 那就是什麼意思 涅槃 證悟涅槃 你如果已經自己證悟涅槃了 已經了悟不生不滅的這個道理了 有人就會宣稱我已經開悟了 那有些人他就是不這樣子取正 不這麼取正的就叫做菩薩行 會這麼取正的是阿羅漢 所以是這個因為已經講過了 我似乎不再講 我只是想要幫助大家講 什麼叫做阿羅漢 阿羅漢又稱為無學 阿羅漢就是中文翻譯成為無學 就是不用再學了 這是第四個國位 所以四國就是第一國是虛陀寒 斯陀寒 阿那寒 最高的是阿羅漢 那這樣子的行者 他已經斷了色界 色就是有物質的肉體 無色界的那個貨 就是那個私貨跟賤貨已經進了私貨 斷私貨是斷什麼 阿羅漢是斷私貨跟賤貨 斷私貨是斷什麼 武邪賤嘛 就是斷私貨 然後斷 sorry 斷賤貨 斷賤貨是斷武邪賤 斷私貨是斷什麼 貪、斷私、斷私貨 這五個根本煩惱 那已經斷了賤貨跟施貨的 那就是阿羅漢 所以你看一下 阿羅漢又稱為無學 那他為什麼叫做無學 他已經跳出三界 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已經證悟到涅槃 涅槃是什麼意思 不生不滅 對 所以他認為他已經 所有的法他都學進了 他無法可學 所以他又稱為無學 所以你如果讀文書經典裡頭 他又講到無學無學人 就是講的就是阿羅漢 對 然後所以阿羅漢他是圓滿了四字 阿羅漢獨特的四字 你一定要記 我生已盡 就是我這一個壽命 我已經 藉由我這個壽命 我不再輪迴 因為我已經證悟了 不生不滅了 犯恨以利 犯恨是什麼意思 親近就是什麼 親近你不能說親近 超越二元對立了 對吧 我已經建立了超越二元對立的概念 所作以伴 就是我所該學的這個 我都已經學了 不受厚有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不會再輪迴了 叫做不受厚有 所以這阿羅漢的四種智慧是 第一個 我生已盡 第二個 犯恨以利 第三個 所作以伴 第四個 不受厚有 所以他叫做無生 他又稱為涅槃 或稱為滅渡 所以阿羅漢的四字 來 我生已盡 還有呢 犯恨 以利 還有 所作以伴 再來呢 不受厚有 這是阿羅漢的四字 我希望你特別注意到 講到四字的時候 一定講的就是阿羅漢的 四個他已經圓滿的 就是我生已盡 犯恨以利 然後 所作以伴 不再 不再輪迴 所以叫做 不受厚有 所以他又稱為無生 又稱為無學 好 所以文書有多深 有多難啊 我唸一下 如文書斯利所說 波者波羅蜜 非初學菩薩所能了之 就是初地的菩薩都沒有辦法了之 文書斯利言 這一段 第一行 是小乘的智慧第一 叫社利佛 他說的 文書斯利接下來說 非但初學菩薩所不能知 連二乘所作以伴 則亦未能了之 他說 不但初學菩薩不能了之 連二乘人 二乘人指的是誰 阿羅漢還有 必知佛 所作以伴 就是我該學的 我都已經學了 我學到什麼程度啊 我不再受厚有了 我已經不會再回來了嘛 我已經達到這麼 他自己認為這麼棒的一個程度了 可是文書批判他說 我的文書的那個波者 升到什麼程度 你認為你已經很了不起 波者 不會再回來投胎轉世了 你也不會懂我 文書斯利所說的波者阿 你不懂阿 你學的還是很皮毛而已 即便就連菩薩 出地不是菩薩 菩薩地有幾地阿 有十地 你上次錯 你這一次還是錯 你上一次老愛講八地 這一次你又講八地 有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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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從歡喜地 第一地一直到最高 是叫法雲地 菩薩文書就講說 我的那個波者這麼深啊 那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要講這麼深啊 我以前我就問過考過你們 你們沒有一個人回答得出來 我現在在考第二遍 看你能不能回答得出來 為什麼 他需要講那麼深 少折磨我們嘛 講淺一點不就好一點 天下太平不就很好嗎 為什麼要講那麼深啊 他自己都知道阿 文書老人家都知道 我真的很深啊 對吧 他幹嘛講那麼深 因為世人千年業障 萬年惡習阿 你講得很淺 你沒有辦法擺平他的 他的惡習阿 所以他一定要講 講得很深 從你的根本 腐爛的根給你挖起來 讓你不再重蹈覆徹 所以他為什麼一定要講那麼深 現在這一個就是 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你看上個禮拜是講 菩提之相實無有法可知 停留在相上 就是菩提的這個相 你注意這個相不一定是現象界喔 實相實性講的是同一個終極本質 講的都是終極本質 他說菩提之相實無有法 沒有任何的方法論可以了之 所以你用任何的方法論 你用科學也好 腦機接口也好 你用阿因斯坦的狹義廣義相對論都好啦 沒有辦法了之菩提 所以他要你放掉方法論 世間的方法論 你不需要受他束縛嗎 所以馬斯克他已經做到了嘛 他說傳統的教育無用論 你需要放掉他 你看喔 世界首富多少個都是 學一半不學啦 比爾蓋茨沒有畢業啊 是不是 還有 Steve Jobs也是沒有畢業啊 現在馬斯克也是沒有畢業啊 是不是 台灣我看到台灣有一個漫畫啦 就是把那個 Steve Jobs還有比爾蓋茨 那時候Steve Jobs還沒有辭職 兩個人 兩個大佬坐在那兒翹起二人腿 然後就說 我們兩個大學都沒畢業 聽說台灣滿街都是碩士跟博士啊 是我看到在台灣看到的笑話 很大的諷刺啊 這個諷刺是在講什麼 你學了太多世間的垃圾嘛 對吧 你被世間的垃圾給束縛了嘛 對吧 所以你沒有活用你的學習嘛 你現在陷入在哪裡啊 陷入在傳統教育的 那個枯童裡頭嘛 對吧 好 然後第一句是 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禮拜是接下來 其實它是同一段經文 菩提 性跟像 上個禮拜講像而已 這個禮拜講 法性就是終極本質 法像就是現象界 兩個都是空極的 這我打錯字 雲和啦 雲因為就無小米而言 這兩個葉跟雲是同一個筆畫 我選字的時候選錯了 沒關係 你們到時候 決宣那個版本 我會改好給大家 雲和當有可得者 你要得到什麼呢 他說 這一個菩提性像空極 師父有講過啦 這一個你怎麼去解釋它 其實這個就是必進空的第一超越 必進空的第一個超越就是 我在現象界看到任何一個像 我要有辦法看到這個像背後的性 就是終極本質 那文書要講 菩提綻放的就是現象界的像 以及背後的終極本質 都是同一個空極啊 這不是不就是師父講 畢進空第一階段的時候 要你學會 面對這個電風扇 要對他說 我知道你是電風扇 但是你背後是 如如不動的空性悸滅 你要練習嘛 為什麼要你像瘋子一樣練習 你不練習你永遠看不清楚啊 你看到的永遠你看嘛 下一次我再問你這是什麼 你還是會講是電風扇嘛 對吧 你永遠看不到背後的 那個終極本質 其實這些方法似乎都用耶 似乎都用 我在初學的時候 都是這樣訓練我自己 沒有人教我的啦 這就是我自己想出來這一套方法 一定要訓練我自己 時時都 現象界跟終極本質 兩個要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要超越這一個 象跟終極本質的束縛 這就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其實它是同一段經文 你看 文書施力所說摩爾波爾波爾蜜金雲 也就是 今天沒有那本經書出來 菩提之象 實無有法而可知者 這是上個禮拜的主題 為什麼 沒有任何的方法論 可以來了知菩提的那個 像 他說 無見無聞 超越見聞 超越得念 超越生滅 超越無都是超越 超越聽與說 他說如是 這就是這個禮拜的 像這樣子也聽跟說 你都得要超越 否則你就是落在一端 對吧 像這樣子的性象 是如如不動的 那當然 你不能講我已真正知 為什麼呢 你不正知 他還是在那裡 是如如不動的 跟你的正知有沒有關係 毫無關係嘛 你正知不正知 關他什麼事啊 關他不 不干他的事啊 他本來就叫 就在那邊 佛教有一個中有名詞 叫法爾如釋 法就是那個方法那個法 爾就是哈爾濱那個爾 法爾如釋 就是他本來就在那邊 他本來就不需要你造作 他本來就不需要你去證悟他 他本來你 你要說你證悟了 關我什麼事啊 我本來就是如如不動的嘛 對吧 我是法爾如釋的嘛 所以他說 你也不需要講你是正 你證悟了 你也不需要說你是覺知了 都不需要 無形無相 我既沒有形象 我是如如不動的氣滅嘛 雲何當有的菩提者 就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他是覺原證菩提的 接下來還有文書就講 如果有人硬要說 我已經原證菩提 他說證人叫做 證上慢人啊 文書就出大手啦 說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你證悟菩提啊 菩提是不需要你來證悟的啊 他本來就在那 如果你還要到處講 我是一個證悟菩提的人 我要 我文書就要說 你是證上慢人啊 證上慢人會去哪裡啊 證上 證上慢人到哪裡啊 墮大顯坑嘛 這你們都學過 對腰絲筋裡頭 是不是 好所以這師傅把他翻譯的 我念一次 菩提其實他的真實意 是如如不動的空向或空性 是一樣的喔 所以用任何方法論 都不可能了知啦 就馬斯科的六十本書 也不可能了知啦 所以師傅今天為什麼要選用 讓大家來看馬斯科那個 大家都看得如痴如醉 一個人一天唸兩本書 一個月可以唸六十本書 文書說 你停留在六十本書 你也不了知什麼叫做菩提啦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都不可而知 唯有超越見聞得念生滅說聽這種二緣對立 你自然悟到什麼叫做菩提 這不就是顛覆傳統了嗎 對吧 因此清淨的菩提空性寄滅之禮 是無用外求任何的方法論 去求證它不需要 也不用去求知 因為它是超越正物 超越了知 超越形象等 一切宇宙萬象的束縛的 它不在現象界 所以你用現象界的任何一個方法 你沒有辦法原正菩提 中而觀之菩提是無需人為造作的法爾渾然天成 法爾如是 法爾渾然天成 它本來就是在那裡 因此也不需要偵物者 需要的是覺知它的空極特性 你時時要去覺知到 這個宇宙萬象有一個如如不動的空極 那就是菩提 進而了悟 它是盡虛空騙法界 無所不在 我打錯 無所不在的存在者 無所不在的存在者 好 這個實物就把今天的也講完了 這樣是不是很深啊 陳文傑 陳文傑你是讚嘆嗎 你是不是 很深喔 叫馬斯克來試試好嗎 他應該來聽 他應該來聽 他應該要來聽 他應該要來聽 對 世間法 對 他太專員於世間法 他太專員了 對 應該世間法要 不是說世間法不重要 就是 你應該要從出世間法 就是你要從世間法切入 就像師父嘛 師父是先從出世間法切入了嘛 對吧 然後才發展 師父是從出世間法切入 然後才開展世間法 就輕鬆了嘛 你的世間法就輕鬆了嘛 對吧 師父舉例了那麼多 我在世間的 別人想都沒想過的事嘛 超越一劇那麼成功 羅密歐與茱莉葉的 現代啟示錄那麼成功 對吧 兩年前我們要靠央視的導演給我們指導 兩年以後 我們每一個都是最好的導演 我們自己就能夠成就一出 這麼大出的舞台劇 師父所做的每一件別人都看傻眼的事 其實師父都是立即在出世間法 一定是以出世間法為前導 你沒有出世間法為前導 你不可能有能量 你光累你就累死 我不騙你 你們現在為什麼沒有辦法有成就 邊做邊喊累嘛 對吧 那師父為什麼都不累啊 我就是以出世間法為主 我心不會動的嘛 我還告訴你我怎麼忠悟到 我的心是不動的 我的餐廳的功夫 我不就訓練你們嘛 多頭運作 然後你就起大煩惱了嘛 對吧 那我有什麼辦法呀 只好饒了你嘛 因為你不知道師父的用心良苦嘛 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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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